为全国最大的阿美族聚落之一的光复乡马太安部落 一年一度的以理性年纪 今天上午盛大开幕了 如今年有老夫路阶层晋升为其老 再加上新的年龄阶层也由阶级之父赐勇士刀 整个以理性呈现世代交替传承的氛围 而大会会长蔡智辉也期免部落老中青世代 能够彼此尊重互相学习 由马太安格巴赫阿威公领部落阿布陀爱头目领头 各个阿威依许晋场升大马太安会期后 在部落勇士巴达古斯堡讯息之下 部落一年一度的以理性年纪也正式展开 把部落迷积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部落 所以这次我们除了传承之外 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文化也发扬到每一个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今年除了拉布洛阶层晋升为Galas旗老团 另外新的年龄阶层在Mamadokabakh阶级之父赐勇士刀之下 也正式加入部落阿威里 部落新旧世代交替 年轻阿威也勇于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 平安度过三年疫情 马太安部落也深刻体认部落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因此返乡参加年纪的族人也提升到八成以上 在部落传统宴客活动中 各与会长官贵宾也深刻感受到马太安部落分享之情 也给予大会祝福 第二个就是传统纪的传递 第三个就是对天对地对所有生命的感谢 第四个就是对所有的长者的尊敬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马太安的力量 这种永绩的力量是不容许来外应 不容许来破坏的 不容许来永远是部落人丹 有部落人经营的话 这个将是全台湾第一个原住民自己经营的场馆 带我们马太安部加油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持续将我们的计划工程的部分去进行 那另外呢 在软体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跟县府这里来共同的来努力 看怎么样让我们在地的人才还有我们在地的资源可以更好的运用 为全国阿美族最大居落之一的光复乡 马太安部落今天起展开为其三天的传统一笔性碎石记忆 由65到73年次的拉克林阶层 承接往后五年的部落一笔性工作 似乎也照告马太安部落也正式进入新世代 大会会长蔡智辉 其免部落老中青世代彼此尊重相互学习 消弭世代间的隔阂与对立 共同承担传承文化的重责大任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